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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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產科女醫師有一定的 我覺得有一定的優勢 就是說 我們的病人真的會比較好 比較敢跟我們講某些事情 有些她 可能看到男醫師沒有一定的關係 建立之前她會不好意思講的事情 那我們是女生 她會覺得說 我好像跟你講比較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也很 珍惜病人的這個信任 我們可以跟她聊得更多 然後更知道說 她其實在表面上 跟你求診的理由之外 還有別的事情 印象比較深的就是我 總醫師剛剛快結束 開始看門診那個時候 就是 那時候有個病人 她其實也就是個陰道炎的病人而已 沒什麼 那陰道炎我們在教科書上 就會說 她可能是剛好沒力不好的時候 睡眠不足等等 那我也照著教科書上教我的 就問她說 那妳是不是最近什麼理由睡眠不足 然後她就哭了 她眼淚就掉下來了 因為她的孩子出車禍在家務病房 所以那個 其實她是一個媽媽 她已經好幾天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那那一刻其實我嚇了一跳 是我照著診斷需要的資訊 在跟她討論 沒有想到她 她丟給我一個這麼深的 她人生的挑戰 那我覺得印象很深 那一刻我 我很明確的知道說 很多時候很多病人 她有很多 她自己有一些心事是 在疾病的下面 我們沒有去多問一下 或讓她有一點空間多講 我們就沒機會知道 這科學真的很迷人 第一個就是 幾乎都是女人 我總覺得跟很多女人 討論她人生的 不論是困境 或者她跟我分享她人生的開心 我都覺得好迷人 然後第二個迷人的事情就是 我們真的可以治好病人啊 她的某一種腫瘤 她的某一個問題 多數我們是可以 讓她恢復健康的 這是很對醫生來說 非常有成就感 那當然因為我們有一半的 所謂病人是產科嘛 所以我們是陪伴她 在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一段時間 然後參與他們家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 我都覺得那個是 很值得感恩的一個事情 我常常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天啊 她在生孩子的這十幾個小時 她 我可以陪伴她 我可以照顧她 然後看著他們家寶寶生出來 然後爸爸哭得亂七八糟 好可愛喔 好迷人喔 那尤其等到後來他們慢慢 這個家庭會有新的重心 那回來找我門診 比如說抹片啊 追蹤啊 然後就看到她就會帶小朋友回來 欸當初你接生的已經這麼大了 已經這麼大了 我覺得那是非常甜蜜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說 你看嘛 結婚生孩子我們都叫做修成正果 我其實很不喜歡這個詞 為什麼結婚生孩子就叫做 一段關係的修成正果 它就是一個人生的抉擇而已啊 我都會跟我的病患說 如果你沒有懷孕的打算 你要要求你的伴侶 跟你一起進到避孕的義務嘛 那但是到這一關 他真的因為社會關係的困難或等等 他沒有辦法達成的時候 我們給他的只是苛責 我覺得那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台灣我們把人生規劃這件事情 都看得很單一 就是說我要追求事業 我要念書 我要談戀愛 我要生小孩 我們都分開來看 可是其實不可能啊 只是說你如何去平衡哪件事情 事情是先啦 事情是後 或者我常常都覺得 因為我現在等於是 我們參與公共政策 這個社會能不能提供一個支持是 你想要先生孩子再工作 是可以的 或你想要一邊念書 一邊生孩子 是可以的 這是社會的責任 但是社會跟國家 有這個責任的同時回過來 女孩子或甚至男孩子 要思考的是說 你要在你的人生的什麼時間點 把你的先後次序排出來 然後付出一定的代價 那個代價可能是睡眠不足啊 可能是有暫時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看電影啊 這些所謂人生的代價去 換取你認為重要的那個事情 我自己一直認為這個決定 應該這種抉擇應該要從小 開始練習 因為我們的人生有很 每次都需要做抉擇 那你會看到我 我的書裡面好幾個故事 他都是把抉擇交到別人的手上 那一輩子都不會快樂 每隔一陣子就會有所謂的 非預期懷孕的女孩子 或者是小媽媽小爸爸 看回來 國家政策對於這樣子的 年輕孩子們就是 他需要經濟上的幫忙 他需要輔導 可是其實更前面的是 他能不能被尊重 我們有沒有尊重 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們每次對於非預期懷孕 他如果打算去生孩子了 我們就說他修成正果 我們就拍手都沒事了 可是不是啊 他根本就從缺乏支持 到他更需要支持 然後更缺乏支持 這些是我們在 我覺得在討論政策的時候 其實很難把那一塊放進去 那很難放進去有一個原因就是 回到最前面我們在談 懷孕生孩子這件事 如果我們有所謂好的結婚生小孩 跟不好的懷孕生孩子 那我們就永遠沒有辦法 把這一塊當成他應該被支持 好好的去處理它 所以這個不是法律的問題 他是政策有沒有思考的問題 還有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社會我們怎麼看待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社會的多元性 我還是希望能夠更多元一點 尤其在人生抉擇啊 生不生孩子啊 什麼狀況下生孩子啊 我們其實還是太單一了一點 身體的掌握 人生的掌握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一直 我覺得 我們在對於孩子教育的過程裡頭 尤其是女孩子 我們想想看 我們對男孩子的教育 我們從來不會教育一個男孩子說 你大學畢業 找一個好的女生結婚 你的人生就圓滿了 我們不會這樣教男孩子的 我們會鼓勵他追求夢想 鼓勵他追求他的未來 鼓勵他得到一定的地位 可是我們對於女孩子的教育 其實我們很少這樣耶 我們很少鼓勵一個女生說 你就勇敢的去闖你的人生 好 你的人生裡面你的決定 當然你決定組成一個家庭 有孩子是很幸福的事 可是 你不應該只是去想說 我就把一個女兒培養到大學畢業 找一個好男人讓他嫁了 我們生活到現在 對於女生的邏輯還在這裡啊 我的書裡面好幾個病人 其實我印象會很深就是 他有些有轉 他有些有選擇了另外一個 他要勇敢承擔的路 那或者是說我們看到他 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很辛苦走出他的路 得到了 他還是 他得面對很多社會上的壓力 其實我是蠻希望說 如果大家看完這些故事的時候 更勇敢一點